HELLO 大家好 我是汤 今天要來拍的內容就是會用到很多Colourpower產品來化妝 然後我買了很多眼影盤 我自己是比較想用這一盤啊 whatever 但是其他盤我可能可以手上刷 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我現在就是剛起床沒多久 所以聲音有一點並且並且請大家見亮 那就開始化吧 然後第一樣產品呢 就不是Colourpower 這就是LORA MERCIE的換顏銘露2.0版 今年新出的新的版本 有換包裝啊 然後容量我不確定有沒有變小 然後我現在用的這款是保濕型的 因為Colourpower我沒有它們全部的品項 所以有一些我沒有的 我就是用我手邊有的產品來化妝 然後這個保濕的我有試過一次了 我覺得蠻水感的 就算是油性膚質在冬天應該也適合用 不會黏膩那種 那乾肌更不用說了 我看那個吉米老師也是蠻推的 完全透明 然後會有一點光澤度 其實在臉上現在目前會有點像黏 但不會覺得悶不會覺得很厚 然後等一下上底妝應該就會非常的服貼 底妝用這個好了 巴黎萊雅這款粉底液 有一陣子沒有用 但是我覺得它的質地在秋冬應該也是能用 所以我們來用用看 我現在用的色號是130 哇好像不想擠太多了 然後我現在粉底呢 我要用這個Colourpop的粉底刷來上 這個粉底刷我其實已經買了一陣子啦 不是這個年底買的 它的毛量還OK 大小也還算適中 然後我有稍微跟Sigma的一樣 也是這樣平頭的粉底刷 做了一下對比 我覺得Sigma的毛又再柔軟一點 這個不是硬 但是在左右對比才會感受到差異 單獨用的話其實差異沒有覺得很大 然後這個平面呢 Sigma也稍微再大一點 如果你喜歡Sigma的刷型的話 這支還算是一個平價的替代品啦 因為真的蠻像的 它刷起來也是沒有什麼粉痕 我自己是覺得蠻好用的啦 但是我毛孔很猖狂的這邊呢 用這種粉底刷就幾乎都會卡毛孔 所以我稍微用粉撲 按壓一下 我很久沒有用這樣的粉底刷來上底妝了 上出來的底妝真的是比較無瑕 色調度比較高 如果我一樣是上一層的話 跟粉膚還沒比起來的話 好底妝大概就到這兒 除了遮瑕膏以外 其實我還有買他們這個美妝蛋 而且我很好笑 我那時候一打開想說 嗯?它都怕美妝蛋也太小了吧 結果我買成遮瑕用的 然後這是還沒有浸泡過水的大小 我現在去把它弄水然後擰乾一下 這是吸過水然後擰乾後的大小 其實跟Beauty Bender 還沒有沾水過是乾的的狀態 大小還蠻像的 那我今天就用它來上它們的遮瑕膏看看 我買的兩個色號 一個是Light 45 一個是Fair 15 我覺得它們家色號 雖然它們有那個選擇的參考表 但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難選 這是比較深的Light 45 W 而且它有分粉調跟黃調 希望我沒有買錯色號 希望我沒有買錯色號 我不知道是粉撲的關係 還是遮瑕膏的關係啊 你知道我這樣只是輕拍這些 鼻翼跟下巴這邊 不是什麼特別乾燥或是細紋特別多的地方 它就已經有點卡卡的 不是很好 我用一下我的Jorge海綿 試試看 傻眼有點微嚇到 我覺得可能是粉撲的關係喔 我剛剛用那個海綿推這邊 覺得遮瑕膏還蠻服貼的 沒有像剛剛推這邊 有立刻一種浮粉的感覺 其實在拍這個美妝袋的時候 會聽到一種 啪滋啪滋啪滋的聲音 這種啪滋啪滋的聲音啊 有點像是我之前用過一顆 我覺得很雷的美妝袋 一顆有一顆也是像這種膚色的 然後是兩面都有切角的美妝袋 那個美妝袋會一直把我底中黏起來 這個沒有那顆嚴重 但是我覺得它也有一點點這種情況 我現在拍額頭這邊還好 但是剛剛拍這邊 鼻翼跟下巴的時候 就真的有點可怕 我這兩邊的追瑕膏 其實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我再上一點 在這兩個地方 我再上一點 遮瑕膏很靠近鼻子的話 會聞到有一點點 化妝品的油霧料的那種味道 不是很重啦 我剛剛其實在擦的時候 沒有特別感覺 是剛剛擦到這邊 真的在鼻孔旁邊才有覺得 嗯?有...something 對 跟大家講一下 我現在有點迷茫 不太確定我到底是 不喜歡這顆美妝袋 還是不喜歡遮瑕膏 我們把它上完再來看看 然後接下來我要用 Fair 15W 做一些提亮的步驟 它這款遮瑕膏其實是 有一點稠的 就是覺得如果是乾肌的話 可能用量要比較謹慎一點 我發現可能用 加菊的粉撲 如果大家有聽到我肚子在家的話 那是因為 我還沒有吃早餐 所以等一下 肚子可能時不時會發出一些 跟大家打招呼的聲音 好 這就是遮瑕跟底妝都上好的樣子 這個遮瑕膏的遮瑕力是不錯的 尤其像我剛剛一聲一淺上了兩層之後 我覺得它遮瑕力是不錯的 可是我覺得它的服貼度沒有到非常優秀 沒有之前那款乾 之前那個細長那款 但是我覺得還是偏乾的 然後我覺得它有一點 會凸顯你的肌膚紋理 目前第一印象沒有到非常喜歡 好我們就趕快換到蜜粉的動作吧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再來定妝呢 我要用Shree的這個 光澤版的蜜粉 它蜜粉好像有三種吧 然後另外兩款是霧面 然後這款就是光澤的那個 然後因為Color Pop 我沒有買它的蜜粉 所以就用這一款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塞網超級棒的 它還是有一點點飛出來 但是它可以讓你的蜜粉沾得比較平均 而且它雖然是光澤的款 可是它超級細緻 細緻到爆炸 你在臉上完全看不到那個亮片的顆粒 完全看不到 你在手上刷色的時候 明明就可以看到它是有光澤的 可是一上臉 一切就差點像魔法一樣 尤其是像我今天這樣 我覺得底妝有點浮浮 有一點粗粗的時候 我覺得用這個蜜粉 稍微可以補救一下這個底妝的效果 然後這個蜜粉呢 就是吉米老師就很推薦他們家的底妝 跟蜜粉嘛 然後我們就去靠櫃 我們就都買了 然後當一群美妝部落客 一起逛街的時候 我相信櫃姐應該都會很開心 我每個人購買力都很強大 也沒有到很強大 但就是你一眼我一句也說 這真的很棒 這真的很細緻 我真的覺得你這可以買 而且我覺得定妝效果也是很好的 現在臉部已經變得乾爽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臉上有一些乾燥的地方呢 明明就是用蜜粉這樣定妝 可是它沒有變得更乾燥 但是我自己用了兩三次下來吧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控油效果 所以油肌的話呢 可能比較適合秋冬用 或者是夏天會出油的地方 先瘋狂的控油 然後再稍微掃過一下這個蜜粉 你的底妝會比較有這種透透亮亮的感覺 好我今天修容跟打亮腮紅 也都盡量用到Color Powder 我把它拿過來 修容我有買了一顆 就是他們YES系列的這個 可是其實這就是Bronzer 它不太適合當作灰色的那種修容用 因為這Bronzer就是很暖色調 所以我覺得我們亞洲人的風色呢 除非你真的很想要那種很曬傷感的狀態 不然這顏色我是覺得上的面積不要太大 不然你的臉看起來會整個非常非常的黃 然後它非常好取粉 你看那個粉末 而且它很顯色 放一點點在臉部的周圍 額頭這邊感覺可以上一點點 主要是集中在這邊啦 然後下額這邊的雙下巴的修容 還是用灰色調的來修比較好 但是如果是健康膚色的人 搞不好會很喜歡這一顆 所以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那所以我的雙下巴 最近冬天吃很胖的部分呢 就用Essence這個雙色的修容 來修一下 拯救一下我的下巴 我們今天修容要往脖子帶到一點 兩側臉的外圍還是有加一點 這個修容 鼻影當然還是要修的 過了一年鼻子不會變挺 所以修容繼續 突然很感慨 但至少我有修容分 可以把鼻子修出來 眉毛的部分我要來用 直唇修的這個眉筆 其實看到怕的眉筆啊 我還蠻喜歡的 可是我不知道它去哪了 有點像是眉膠筆的東西 很顯色很黑 我有一陣子很喜歡 然後我會用一下這個 Kiss Me的染眉膏 稍微定型一下 順便讓顏色更柔和一點 新的一年眉毛一樣繼續毛茸茸的 在進入眼影之前呢 因為我餓了 所以我先去吃個早餐再回來 等等見 然後我吃完賣片回來了 然後眼影盤部分呢 陸續啦不是一次 就是買了不少 所以呢 我們就從一些我有興趣的 顏色來刷色吧 先從這一盤 竟然它現在在我的手上 這一盤 Lovebird 它就是這個系列 它有出了三個顏色 但是我會想買 這一個粉紅色包裝這一盤 就是因為它中間有三個亮片色 我真的用過卡帕亮片色之後 我就完全著迷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亮片啊 在我的眼皮上面非常持久 持久之外呢 它也就是不太落粉 然後效果也很漂亮 拿那麼多 反正就是因為亮片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盤 所以我當然要來摸摸看亮片 喔喔喔喔 再來那個好軟喔 稍微用沾的就好了 沾啊沾啊 沾沾沾 喔好漂亮喔 因為它亮面的顆粒比較粗啦 所以刷色後面會有一點點 脫泥帶水的情況呢 那是正常的 你塗在眼皮上面的時候 你就是局部用按壓的方式就可以了 看這三個顏色 中間的偏光好漂亮喔 然後我再來試一下這個霧面色 因為這種深的顏色 如果能夠做得好的話 我想這一盤其他的霧面 應該也不會太差 然後試一下這個淺的珠光好了 欸? 大家看這個紫紅色 我剛剛就這樣刷一次 顏色還算蠻均勻的喔 而且沒有很粗糙也沒有很乾 嗯表現算是還不錯 再來是個珠光色 一個淺珠光好像看不太到的顏色 但是大家看這個紫紅 它有一點會殘留的意思 再來試一下這一盤 韓國的品牌吧 跟卡拉帕聯名 然後那個形象照是Pony拍的 它一樣也是有亮片色 現在就是很危險 它只要出了眼影盤裡面 有亮片色我就會想賣 也要試一下這兩顆 喔 它很漂亮欸 哇! 看著心情就很好 而且我覺得這一盤的亮片色 跟剛剛那一盤不太一樣 這盤就是偏紫色調 一個紫紅一個比較冷調的紫 我們稍微試一下下面這個霧面色 這邊有一些凹陷的骨頭 後面有一點小小的突泥帶水 但是這一顆還不錯 然後還有買這一盤就是裡面全部都是亮片 這盤呢是沒有特價的但是被亮片迷惑了 但這個我就先不要摸了 因為我現在已經全身上都亮片了 就稍微給大家欣賞一下它的顏值 就漂亮啦 喔喔喔 這個椰子盤呢 我有發刷色跟使用的目標 在IG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盤配色呢 我覺得它 你看那種是很實用的顏色 不過它的咖啡色調是比較中性色 它不是那種很暖的那種 大家在購買前 可能要仔細的思考清楚 你自己是不是比較喜歡這種中性色 因為我覺得它畫起來眼妝的感覺是真的比較偏冷色 比較偏中性這樣 再來我買一個這個大盤的椰子盤吧 因為它裡面也都是大地色 其實這盤我那時候是覺得它的價格來講的話 這盤很划算 這盤我買的時候好像是30美金吧 可是你看它這麼多顏色 從淺到深 基本大地色都有 然後這邊有稍微偏紅一點 然後這邊有稍微偏紫一點 然後比較中性的這種 鹽窩色也有 就是這盤感覺還不錯 我們來稍微測試幾個顏色看看齁 我自己就很好奇這個黑色 然後看到它的膚色 可以看一下它遮色度好不好 膚色的遮色度感覺會蠻好的 就是那個顯色度 黑色這樣一層的顯色度 我覺得好像沒有到很優 可是你看它後面 它沒有到卡卡的 再來刷一層看看 但是不知道我們它不做全霧面欸 它真的是有一點點甜點的小亮片 這兩個顏色目前手上刷色看來都還行 但是我剛剛認真淨看一下 我覺得它這個黑色雖然不是全霧面 可是它有一個神秘的光澤感 好像也是蠻漂亮的 但是我還是期待可以有一顆全霧面 在這盤裡面的時候 中間有一些珠光色我來摸摸看 珠光色的光澤還蠻漂亮的 在這兩盤呢 它可能沒有這麼的大中化 可是我自己很期待的 就是這個黃色跟這個黑色 就是卡卡卡出了一系列很彩色的 紅色啊蜜桃色啊蓝色啊綠色啊 其實我應該也會對綠色要有興趣 可是它那一盤的綠 比較不是我喜歡的那種綠 一樣都是綠色有很多種色調 我覺得還是買了我看了裡面配色 比較喜歡的黃色跟黑色 它這黃色中間有一個亮片色 這是什麼聲音 這個亮片色也是很吸引我 剛剛你們就說不是是要亮片 然後看到這個黃色 因為它很像起司嗎 這個顏色 它這個霧面的黃色怎麼有點卡風 我看這個手勢有點 我剛剛是摸這個黃色 再摸這個髒髒的黃色好了 就是亮片 亮片蠻可愛的 你看那個偏光是橘橘的感覺 天啊我在吵什麼 但是真的很漂亮 你看那個黃橙橙的感覺 太漂亮了 我喜歡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好美 再來是這個有點結塊的黃色 就如剛剛手上一摸的感覺一樣 不是很妙 這個有一點點髒髒的橘黃色還行 我覺得啦 依照我們這種 比較多畫眼影經驗的人來講 我覺得這個黃色呢 可以預期得到 上眼皮之後呢可能是 會比較需要花時間 然後感覺會比較飛粉一點的質地 這個黃色 黃色這盤這樣隨意刷到三個顏色 我覺得重點就是那個亮片色我很喜歡 那霧面的部分呢我先不擠不帶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盤 很暗黑感的 就是黑色的眼影盤 感覺用這盤畫的眼妝可以很帥氣耶 然後這個裡面就沒有大亮片了 但我也是很好奇要摸一下這個霧面白跟這個霧面黑 這個黑就是霧面的 然後再摸一個中間的銀色好了 灰色我也想摸一下 其實我也蠻好奇它的灰色 三個霧面色先來 這是白色 白色有沒有很透透的感覺 然後這是灰色 灰色感覺還行 黑色 我剛才灰色跟黑色重新疊第二層 然後白色呢我疊到三層才有這個飽和度 我覺得它白色比較透一點 然後可以看到我覺得這盤的霧面色 都有一點粉粉的感覺耶 在畫了眼妝的時候可能弱粉飛粉的問題要稍微注意一下 還有我想摸摸一下中間這個銀色 然後這個有一點冷色調的灰銀色 這個我有點好奇 這裡兩個顏色感覺還不錯 然後這個 這個銀色 這個銀色 這盤珠光感覺是今天包含前幾盤沙色的珠光裡面 覺得這盤珠光是最漂亮的 你看這銀色有夠飽和 有夠漂亮 銀灰色的也很漂亮 這些眼影盤呢我不會全部都拍成youtube影片 因為如果我全部都要拍成youtube影片的話 那我可能2020年整年都要被colourpop給包辦了 有一些我可能會發在IG啦 IG圖文或是短影片也不一定 大家記得youtube跟IG都要追蹤起來 然後最後一盤要分享就是這個 我今天想要用的whatever這一盤 這盤好像大家的關注度也是比較高的 因為它的配色實在是太心理人了 包裝也蠻可愛的啦 有一種剪貼風格的感覺吧 OK 這個暖暖紅紅GG 這種復古的色調 那這盤我也就是來刷色一下 就是順便決定一下我等一下要用什麼顏色 來刷這個甜的珠光 這個顏色摸起來也是有點霜狀的感覺喔 然後亮片色我當然也要摸一下 旁邊這顆橘棕色的珠光好了 亮片色的部分 它這個亮片也是蠻內的 但我覺得剛剛那個黃色中間那顆亮片色 還是讓我最覺得就是一刷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種顏色阿 就是你知道驚喜度比較高 珠光 這顆是那種比較濕濕的質地的那種珠光 然後另外一個深一點的珠光 蠻水的蠻水的 再來我也試試它 這裡面另外兩顆珠光 他們家珠光色系感覺蠻類似的 但發色都蠻漂亮的 再來我試一下他們幾個霧面色 然後又試一下這種深紫色 深紫色來囉 欸 薄度很好 然後其實沒有很卡 顏色分露得還蠻均勻的 能夠這樣對著鏡頭刷出來這個紫色 我是覺得還不錯 雖然我沒有全部刷色刷完啦 但是從這幾個刷色看起來 就覺得這盤的顏色整個配置還蠻和諧的 而且又不是說都是很一樣的顏色 你看它還是有偏紅偏橘或是偏紫 然後它有一顆比較特別的亮片偏光的顏色 好那接下來我就要用這盤來畫個眼妝 我要先用這顆霧面橘 現在有點想要畫卡克里斯欸 要嗎 很好上色 然後也很好暈染 我剛剛那次上第一層喔 然後現在上第二層 它的飽和度 oh yes 那種感覺 稍微把邊邊暈染開來 這盤如果你想要畫得很日常的話 可能下手要再輕一點 那我現在順便講一下 我這個底妝我真的遮瑕膏我真的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鼻子剛剛有一點流鼻水之後呢 按壓了一下這邊泛紅就跑出來 而且我覺得這邊都是有一點乾燥的 然後包含我下巴、嘴角、周圍這邊 就覺得這個遮瑕膏沒有到很喜歡 眼下的細紋感覺特別多 沒有上到遮瑕的地方 底妝都還算蠻美的 但是有上到遮瑕膏的地方呢 就有一種粗粗的感覺 再來我要用這個淺一點的霧面色 你看看一下Cow Pop的粉質大概就像這樣 會有這種飛粉的狀況發生 使用的時候記得要敲一下是基本習慣 我要再暈染在這邊 眼窩的上半部 邊界拿一把鬆鬆的暈染刷暈染一下 但我要用這個霧面的玫瑰紅嗎 然後把它塗在下眼瞼的 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然後再用剛才的暈染刷把它來汙染一下 再來我用這顆霧面的深紫色 然後把這個深紫色加在眼窩的後面 然後稍微慢慢的往前帶 這個刷具上面會有些魚粉有沒有 就是繼續用這個刷子慢慢的把這些 一點點的紫色的感覺往前後帶一點 邊緣也是暈開來 然後再沿著這邊稍微可以再延伸過來一點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有 一些些小露粉 輕輕的掃掉 好那露粉輕輕的掃掉就沒事了 再來我剛才試的時候說這個珠光是很漂亮 我要先來用一下這個天橘的珠光 看這是乾擦的樣子 乾擦的飽和度也是很好喔 你看這個飽和度 再來試試 喔就是濕擦 電妝噴霧稍微噴了一下 這個珠光顏色真的蠻漂亮的 再來我要試這個亮片色 按壓再 喔哇 超美 喔齁齁齁 好漂亮 Oh my god 整理一下我這個亮片的邊界 今天沒有想要讓它的亮片很 飛奔 稍微用一點剛才第一個用的那個霧面的橘色 按壓一下這個亮片的邊界 去年開始買它這些亮片眼影 不知道如果放了一年多或是兩年之後 會不會就乾掉 它目前這樣子的濕度啊 按壓在眼皮上面就非常的剛好 然後它也不會有任何的弱粉 補貼度也很好 一整天也不會掉下來 然後霧面深紫色也是稍微再加深的範圍 再拉大一點點 用順子沾取這個打亮色 然後把它塗在眼頭的部分 哇嗚也是很漂亮的 邊緣稍微把它帶開來 我想打亮眉骨這邊 但是它這個質地啊 用刷具真的是沾不到任何東西 你要先用手之類的 然後再用刷具把邊緣暈染開來 其實有點看不太到 就是你要光打下去的瞬間才看到這邊亮亮的 但是沒有光的地方就看不到那個顏色 好我再把這邊的眼妝也繼續完成之後 帶個假睫毛再回來 大家可以發現我這邊 眼皮上面的亮片有點不太一樣 是因為我剛才畫畫之後 有點想要讓它那個亮片的邊界感更誇張一點 所以我就加一點Jerdy Girl的這個亮片 像是眼線液吧 這種細刷頭 畫這邊 有點像Cart Quiz一樣 當然你也可以不要畫 不要畫這樣也很漂亮 但是我就是想說都這樣的 那就誇張一點吧 但其實這個它亮片的地方會有一種漸層感 因為這個Jerdy Girl是有一點點 比較黃一點點的亮片色 然後Color Pot那一盤裡面 它的顏色是有點橘黃橘紅的嘛 然後我真的去畫個眼線跟睫毛 這個眼妝就完成了 好我剛才假睫毛黏了非常久 因為這個眼妝真的是太濃了 我剛剛真的找不到假睫毛可以帶 每個家上去都 欸睫毛在哪裡呢 所以我剛才試了三四副之後呢 最後選擇的是這款 Baby Secret的 這款是心肌款 它就是比較濃密的 然後我有剪掉前面的一束這樣 這樣這個長度還比較剛好 然後下睫毛呢是這個牌子 這個日本牌子的 21號 上面會有很多的 還是有照顏色的 然後還有這個 我現在她的顏色 其實現在只欣看 還是有掉一些些的 小亮粉 我自己講一下 我第一次用這一盤眼影的感受好了 我覺得它是一盤 可以畫得很濃的眼影盤 然後如果你是想要找一個很日常的眼影盤的話 我覺得椰子盤 或是剛剛那盤大盤大地色 可能還會比較適合 這個霧面顏色也都蠻重的其實 除非你輕輕的然後一直框兜粉 畫起來眼妝可能才會比較淡一點 或是說你就不要用亮片色 不要用亮片色的話當然也會好一點 可是我覺得它的珠光也都是比較濃郁的顏色啦 但是如果喜歡濃妝的朋友 我覺得這一盤 可以畫出非常好看的暖色調的濃妝 再來腮紅的部分 腮紅我之前是有買這個 蜜桃系列那個時候出的腮紅 就是比較粉嫩的顏色 這就是比較土的 我覺得我用這個比較粉的好了 而且因為我今天穿了一個很春天的毛衣 就是MAG的聯名款 稍微沾取一下 我覺得很神秘的是你看它這個腮紅啊 感覺跟剛剛那個bronzer 椰子盤那個bronzer 應該是要差不多的質地 有可能它就不會像椰子盤那顆那麼容易飛粉 也是這樣輕輕的搓一些 它沒有像剛才那個飛的那麼誇張 我看著跟眼睛這邊接近一點 打亮的部分呢 我也有買了這個 powerpot這個 也是可以拿來當打亮刷的 它跟ABH還有跟RT 有一個刷型蠻類似的 就是像這樣 然後打亮呢 我這邊有兩個是我之前 比較久之前就買的 然後一個是這樣偏紫色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樣 淺色的 這兩個色好像看不到 因為這個是另外買的殼子 但我自己記得我是比較喜歡那個紫色 上面就是紫色 然後下面就是剛剛那顆白色 我自己覺得紫色的顏色 雖然稍微比較深一點 可是紫色的光澤比較漂亮 所以我還是來用紫色這一顆 它可以刷滿多層 然後就會很亮 這刷具其實我覺得還不錯用 如果你要湊眠的話 這個打亮刷我是覺得還可以買的 好打亮也完成 接下來我去選個唇彩來搭配這個眼妝 我剛剛有找到一個可以搭配的耳環 可以搭配這個妝 還有這個衣服 是一個愛心 好 我覺得這耳環好搭喔 跟那個綠色很搭 我想要先試一個它的霧面質地的 看打開來看有點水 我很久沒有買他們家的唇釉欸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改配方還怎麼樣 我覺得沒有像以前乾的這麼快 這顏色跟眼妝還蠻搭的 他們家的霧面唇釉 如果有買過人就知道真的是完全霧面 這是他們家另外一種我沒有試過的質地 好像也是會變霧面 然後很輕薄了吧 那種併氣感 其實我今天眼妝的顏色 比較暖色的調 感覺跟這個裸土色比較沒那麼搭 然後我覺得它真的好像比較輕薄欸 也有可能顏色有影響 但是至少我目前用這個顏色 它唇紋沒有像剛才那個霧面 別那麼深那麼明顯 但還是有 完全清爽 再來是很有名的這個色號 Zoom Mama 這個顏色我覺得很適合那種 上班上課 一個很日常 妝感不會很重的顏色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亮的顏色 也是同一個系列的 顏色上面有一點不均勻的感覺 這個質地可能不太適合塗太后 然後可能也不能太擠著 明嘴唇 跟前面兩個顏色比起來 真的比較難差一點點 但這顏色比前面兩個顏色 更適合我今天的妝容 我自己覺得啊 唇紋的部分真的是 沒有像霧面款這麼的明顯 它有一種油霧感吧 好那總的來說呢 我覺得講我不喜歡的東西 好像比較容易一點 我覺得我今天對遮瑕膏 有一點小失望 因為我原本買了一個顏色 試在眼下的時候覺得還OK 可是我今天上臉之後發現 它對於我的鼻翼 還有嘴角 都不是很友善 也沒有到說乾到裂開 但是就有點浮浮的感覺 美中淡呢 我覺得也沒有到 很好用的感覺 它好像有一點會回瞻那個 遮瑕膏 如果你要拿來上粉底液 它感覺也會有一點 回瞻粉底液的感覺 比較不是我那麼喜歡的類型 然後眼影盤的部分呢 今天有大概試了一些顏色 我覺得Colourpop現在最讓我喜歡的 絕對就是它們的亮片質地了 幾乎每一盤裡面 有亮片色的都很喜歡 它們的霧面粉質呢 我覺得有點要看 不同的眼影盤粉質會有點差異 雖然今天沒有全試色給大家看 但是多少可能可以參考一點 然後今天主要用到的這一盤 Whatever這一盤呢 我自己是很喜歡啊 我覺得有這個亮片就是很加分啊 我真的超愛這個亮片 我覺得它們家這種包裝啊 比它們的這個塑膠盒的包裝來的好 它們這個塑膠盒的包裝都會有一種 我覺得硬的沒有很精緻 然後表面常常都會有一些刮痕 所以我覺得倒不如買它們這種紙盒包裝的 我覺得三紅跟打亮是不錯 可以湊單買的東西 但是好像也沒有說一定要必買這樣 然後這個修容呢 這個椰子修容我要特別講一下 它真的特別特別的顯色 然後也比較沉粉 所以買之前要稍微注意一下 唇彩的部分呢 我覺得就是這個新的質地還不錯 可是就像剛剛講的 它可能不適合後擦 後擦的話會很漂亮 唇彩的部分我其實覺得還不錯 就是這個質地 今天就是專屋 蠻喜歡的 很開心 就是畫完一個影片 然後沒有翻車 沒有翻車我就很開心 然後這個綠色毛衣我也超級喜歡的 你看它的袖口 這邊還有一個MAG聯名的一些小細節 那個袖口 有夠可愛的 它這裡有點像是一體成型的感覺有沒有 因為這個前面跟後面都是同一種針織的感覺 簡單的標語我也很喜歡 然後還有這個Lincol 這個一圈白白的 我也很喜歡 好就這樣突然開始介紹衣服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好